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彩桑 那我们今天这期的话就来录这个60秒 哎,60秒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忘了这款游戏了 什么忘了,哪一时都录了呢 反正不管你们忘没忘 我是没忘 那好,我们今天的话就继续来挑战这个60秒的世界记录 这是最后一项世界记录了 也是最后一项这个Switcher网站上的速通记录 这一项呢我们要挑战石荒模式 来挑战这个石荒模式 开游戏吧 挑战石荒模式 规则是什么呢 开胖子 然后呢 把所有的家人和所有的物资带下去 说到这个所有的物资呢 大伙是不是还记得 这个早期看我视频的同学应该还记得 我在二月份的时候录了这么一期 相似的,类似的 但那时候 直到最后我们也没有能够很完美的达成这个愿望 把所有所有的物资都带下去 带下去的时候呢你这边还要拿吃的吗 至少的话要拿一个吃的拿一个喝的 不然的话 再不出去找东西的情况下如何活得下来呢 就像世界纪录挑战的就是这个 但这个还是要计时的 就要先找这个家人 可能就要问了吗 那这不就60秒吗 不是不是 这怎么就60秒 就一分来中的好吗 并且的话这个快慢的话还是你自己掌控的 瑞克说过 你这个找物越娴熟的话 最终跳过的就过场就越快 所以呢 嘿 你们明白了吧 看这明显不是很娴熟啊 然后的话我发现 我没带枪呢 哎 玩他先扛个吃的 好像没带枪呢 所以呢这个 上来就热一下手好像就已经结束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先把表停住吧 线世界纪录的话是来自韦诺维娜的一位同学 他是1分41秒 这快虽然比他快一些 应该比他快一些 挺比较挺重 但是你会发现 没有锁 没有枪 没有斧子 哎 就去你卖了 这很久没有玩是不是你 手都伸的呀 嗯 我还是证明我这个还是会玩这个游戏的啊 我们重新来找一次 重新来找一次 嗯 我觉得呢这个 也不是最快的吧 还可以比这个更快 嗯 但前提是你要把所有所有的物资都带下去 那行吧 这一次我要认真了 哎 你看这边已经出了这个宇航服了 用60p的宣传这个 哎 小人摆在了这个过场上当中 哎 这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啊 反正不管他什么时候出吧 嗯 这一期 挑战之后呢 他出之前是不会再挑战60秒 哎 这不错呀 四样东西 全部都放在了一起 来拿 先拿 收音机 把这四大药 弄了 把这铺克已经拿了 面罩 然后再出去拿 就提米 好 地图面罩提米都有了 多罗利斯 哎 这这拿把枪拿把枪 对的 就这样 然后再回去拿回去拿 两大件 手机枪 手电 很完美很完美 现在的话已经拿到了四分三的东西了 马里斯 康克吃的 然后再回来 拿虎头 先跑一圈跑一圈跑 哎 不不不不不 这不行 这样拿了之后呢 最后一次就不行了 拿医疗箱拿了 那边还有三大件 然后还要拿个水 先到这里来拿个水 那边的话容易判断失误 我们就不拿那边的呢 锁 子弹 饮料 走 走 时间快到了 走 好的 刚刚好 我已经使用洪荒自立了 这基本上已经够了 应该所有东西都带下去了 我们先把表情重 听表 一分三六秒一棒 哎 去了呢 我好像拿了的呀 哎 哦 有有有有有有 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 咱们要吓死我了 水 哎 三大药 哎 三钻一响 扑克 棋盘 跳棋 刀摇 四个人都在 行吧 这就很完美 看到了吗 这就是 把所有所有东西 都带下去了 行吧 那这项世界进路的话 也算作是挑战成功了 哎 你看我现在明显 他还是踩桑啊 你现在破进路之后 是不是觉得 已经没什么可以 这个叫什么呢 哎 高兴的呢 没什么值得兴奋的呢 哎 现在就觉得这个都习以为常了对吧 不不啊 我还依然很高兴呢 哦 依然很高兴呢 对不对 每一项进路的 叫什么呢 刷新 都代表这是经过了这边的 很多努力的嘛 啊 说你这个努力跟我一样 我这难道没努力嘛 好吧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我是娘下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